台米台風席捲南台灣 導致鹽水池巴掌溪堤防潰堤 瞬間湧入了大量的溪水 讓位在朝秦路上面的一帶住家 水淹其妖 而且所有車輛都無一倖免 更有民眾昨天整天都沒有吃飯 所以就有居民抱怨了 現在只公布淹水補助 結果都沒有看到政府官員來關心 我們有更大型的本舍還是家居 拿出來外面這裡 我會拜託本舍常來幫我們吃 待會兒兵子、阿民哥老來 有需要的你們卡丁的話 整個山湯池都整個泡池都開去 還沒發動力 家居啊 家店都開去 泡池都開去 本來這裡只有一半而已 米二樓 整個都沒有吃 沒吃 沒有人撒東西 還沒準備 就說這就沒喝水了 就說這這麼多喝水 兩台都開 這台也開 第三台、第四台都開 我四台車都開 這個水完全不退的一個情況之下 車子沒辦法進來消費 客人 我們出去都沒辦法出去 客人怎麼進來呢 里長廣播 開始叫大家醒過來 不要再睡覺了 趕快起來 結果十分鐘就上來 上來之後一直到 今天 今天清晨水才退掉 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 完全沒有看到人 只說五十公分的兩萬 五十公分以下的 不知道多少也不知道 這個損失太嚴重了 整個沿水地區 整個一片汪洋 很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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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最少是到腰身 膝蓋 膝蓋以上 再往裡面走到腰身 如果北門外面坐到腰身 這次不是比八八還嚴重 比較嚴重 比八八之前 八八沒有那麼高 八八只有二十五公分左右 現在比八八更嚴重 都要躲到二樓 要不然在底下也沒辦法 就靠那個蝦王隊救人而已 救到汽車跟摩托車沒救到 現在先把那個污泥先清出去 還不然看這個污泥就是很頭痛 好那麼台南的部分 昨天是由行政院長 卓榮泰到台南去勘災 那麼至於凱米颱風肆虐台灣 南部罕見的放了三天颱風假 總統賴清德二十四號上午 是進到了災害應變中心的時候 竟然提出了放假 應該有放到晚上吧 的這樣的一個疑問 立委葉原知就痛批非常的荒謬 大酸賴清德是不是因為 以前被叫賴半天 所以現在對於放半天非常的敏感 也喊話民進黨 與其拿放大鏡來檢視認證 不如提醒賴總統不要講 讓人傻眼的話 這一次颱風 算是他當總統以後的第一次颱風 所以我們也在看他 進到應變中心之後 他的表現如何 我認為我嚇一跳 因為照道理來說 坦白說總統 總統到了這個應變中心 其實就講一些團結的話 中央地方一條心 部會要幫各縣市政府 大家就講這些話 安定一下大家的心情 但他問了一句話 後來變標題了 他問什麼呢 他說 你們要去確定一下 各縣市政府 晚上有沒有放假 晚上有放嗎 後來因為各媒體 都覺得太荒謬了 所以全部都變成標題 賴清德問晚上有放假嗎 千萬你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很荒謬 因為以前我也在新北市政府 在新聞局 我是專門發布台風假的 特別敏感 對 我跟你講 我們如果宣布說 明天停止上班上課 講的都是一整天 對 都是到晚上 都是到晚上 沒有說把晚上獨立出來講 你不能這樣 人家賴清德以前放半天啊 累什麼 我忽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道理 為什麼要賴晚上 我跟你講只有一種情況 會特別把晚上拿出來講 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白天沒放假 比如說我到下午了 上班上課 對 晚上白天就是 就是我們已經 今天已經上班到下午了 然後因為晚上颱風來了 我們就會特別說 今天晚上停止上班上課 只有這種情況 會特別拿出來講 否則你如果說是隔天 講明天的都是講一整天 所以賴清德 你不是也有做過台南市長嗎 你怎麼會問出這種話 你知道嗎 而且明天要不要 晚上要不要放假 也不是你該管的事啊 這就是縣市首長 是會決定的嘛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 大家講的對啦 因為他以前可能 有一個外號叫賴半天 所以他對於 以半天為一個單位 要不要放假特別的敏感 所以他進到那個應變中心 他想到只有這件事 所以才會問出這樣的話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你們這些人 與其拿放大鏡 去看一個這麼認真的 吳秀燕 你不如要不要看看賴清德 你可不可以跟他講一下 以後到應變中心 講一些總統該講的話 不要讓人家覺得 覺得那麼傻眼 好 凱米颱風外圍環流 帶來大雨 重創高雄 又多地傳出淹水災情 曾經擔任高雄市長的 立法院長韓國瑜 也伸出援手 捐贈消毒水給民眾 對此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就感嘆 這不禁讓人想起 韓國瑜當時 陸屏 燈亮 水溝通的政績 羅志強就指出 這看似普通的項目 是城市安居樂業的最基本功 除了例行的親疏工作 一旦有颱風或是豪雨以上特報 市府就會啟動低窪路段的水溝 以及泄水孔的巡檢機制 確保降雨能夠及時排除 經過當時副市長李四川整治處 那麼也不再淹水了 即使他離開了高雄市府 也還是獲得當地里長的感謝 而高雄大淹水之後 有很多側翼王軍出來洗地 甚至批評立法院長韓國瑜 時事評論員憲寒冰就說 韓國瑜說要捐消毒水 已經刻意避開針對高雄 反而是這些側翼網軍聽到高雄 就跳起來 現在被核回去剛好而已 然後急著出來洗地 別再愚蠢了 發生了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一直去洗地 我覺得你真的以為 現在是19世紀嗎 你早上去散布一個謠言出去 大家都相信了 所以已經退了 很多人住在那裡 那有的是有監視器 24秒在監視直播 就看到那邊還在煙 那你這到底要騙誰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再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好不好 然後找了一堆人出來講 講說什麼 藍營啊怎樣怎樣怎樣 故意攻擊高雄人啊 我老實說 不是這些網路算民 故意要攻擊高雄人 而是之前蘇貞昌是怎麼講 之前陳其邁自己是怎麼講 你們在別的縣市淹水的時候 冷嘲熱諷 那現在人家把你刷回去 剛好而已 可是我看到最誇張的是什麼 就是韓國瑜捐個五千瓶消毒水 你們也要罵 其實你去看韓國瑜寫那篇文 韓國瑜根本沒有提到哪個縣市 他就說我們要大家一起 同心協議來救災 我覺得韓國瑜已經刻意避免 讓人家覺得他在針對高雄 那是因為你們自己很怕人家提到高雄 所以人家只要講任何一點事情 你們就好像踩到釘子一樣跳起來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搞這種東西真沒意思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脫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